我去外國也讀了後半部分 即是中學的時間 當時他們教性教育 也會在課堂上教你怎樣用避孕套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教育方法 因為無論是男生或女生 其實你也要知道避孕套是怎樣用的 他們也會教很多不同的學生 例如男生要帶 隨身要有避孕套 甚至女生其實也要帶… 要早點準備 對 因為怕你會叫情刀農時 對 倒不如在外國教你預防 是 用完 實際操作 實際操作是怎樣做 我覺得這樣就好像比較實際 我覺得當年香港很快的課堂 她用了兩分鐘 由一顆細胞延到嬰兒的出生 其實用了也不用二十分鐘 就已經完全講完了 是 成長的奧妙 對 但來源就不要說,過程… 不,我們最想知道的就是過程 想看看老師怎樣表達 對 但誰知道很快 由一顆細胞 已經講述到小朋友出生了 你想想在這麼快的角度裡 我們學了甚麼呢 還是看書比較好 對 對 馬上用ViuTV App 和上ViuTV免費重溫 更多精彩節目 任你選擇